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索一些关于文化、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对话 开场时,有些朋友提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文明程度上的比较 甚至有些争论中国人是否真的有劣根性 这引发了大家对于历史上朝代更迭和内外战争的讨论 有人认为,朝代更迭更多是由内部体制的崩溃造成的 而不仅仅是外战的影响 接下来,对话转向了人性和文化的根本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文化和国民性都不是完美的 都是受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而有趣的是,当提到战争和和平的时候 大家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认为战争似乎是常态,而和平则是偶发的状态 这引发了一连串的思考和反思 最后,我们也探讨了当今世界的民主力量 以及美国在全球的角色 许多人觉得,未来的和平可能会持续 但这仍然需要时间的考验 轻松的聊天中,大家分享了彼此的看法 互相启发,真是让人觉得十分有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老万说,内战士固有权力受到威胁才会发生 石爷说,没有百分之二,而是百分之零点啊 老万说,朝代更迭一大部分是外战 云马说,你懂啥?不懂就别瞎扯 稀奇,说,真的吗?外战只是一个因素吧? 个人觉得是内部体制的崩溃吧? 彼底先生说,军权神兽,说,神权大一统是不是不太妥当 老万说,外战削弱了内部政权 激化了内部矛盾,就开始各种内战 蒋介石不愿意抗日 正是因为预见到了抗日结束后的局势 云马说,谁告诉你,政权更迭大部分是因为外战 彼底先生说,别兜圈子了 你引来引去,想证明中国的国民性或者文化属性有问题 这个我不完全同意,部分是有道理的 World on Fire说,看看1776年之后的战争热图 最好战的就是欧美人啊 西齐,说,通胀,疫病,贪腐,权力固化 哪个不是吞噬王朝的病啊? 万先生的简单说法不敢苟同 老万,说,别胡说,中国怎么定义都是一个问题 把元朝蒙古人,清朝满人都定义成中国人 还有现在的新疆人,西藏人 Huma说,谁告诉你,蒋介石不愿意抗日 本来就是中国人 World on Fire说,不存在没有问题的文化 也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国民性 根本上是所处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 Huma说,中国就是中央之国 World on Fire说,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中国人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 起源北文代的农耕文化 自带青黄不接的自然属性 每次丰收都把粮食转换成了人口 每次饥荒都是一次残酷的生存竞争 昂萨人起源于罗马北的游牧部落 对应汉朝北的匈奴 自带抢劫属性 体弱多病者都被放弃了 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和演化心理 Huma说,元朝皇帝都自称是中国皇帝 老万,说,就是河南 Bill底先生说,小狐狸用实际行动教导我说 没事别瞎掺忽,该干嘛干嘛去 这种我也记小本子上啊 老万撤了笑到流泪的脸 Huma说,南京条约英文版写的就是China World on Fire说,古今中外人性是一样的 不同地理空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 勤劳、节俭已经写到基因里 每这些基因都被一年一次的轻狂不接 数年一次的饥荒淘汰了 科技拉近了人类的距离 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突 这是人类在融合 Huma说,尼布楚条约拉丁文也是使用中国一词 老万,说,欧洲的历史是分裂史 Huma说,谁跟你说是河南 地盘大了之后就不单指河南了 老万,说,茅传,中国,京师也 Huma说,不懂 World on Fire说,中国人是个文化概念 Huma说,我问你,二十四十里有原始吗 名史是哪个朝代编写的 事实上,清军入关后 他们就是以中国皇帝自居 老万,说,那还反清复明 Fox说,嗨,我主要是觉得累 很多概念要从最基本的思考角度走 帮助建立最基本的思考维度是很烦的事 老万,说,反清复明不就是反中国 Huma说,反清复明反的是朝廷,不是中国这个国家 你连朝廷跟国家都分不清吗 老万,说,那是你说的,清朝皇帝说反清就是反中国 真分不清 Huma说,你能分清政府和国家吗 宋元明清是政府还是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府还是国家 那人说,有六博士 可以随时问,六博士不厌其烦 二十四小时服务大家 大喜过望 Bill底先生说,你真是一个明白人 再给你点一个赞 Fox说,关于战争与和平 杀戮与安生这一类的问题 人们的思考点往往集中于 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要有杀戮 这种起点思考是有问题的,会把自己迷惑了 比较好的思考点是,战争和杀戮是常态 和平安生是偶发 这时候思考点怎么和平,怎么安生 诸如此类的推 创业大多失败,成功是偶发 炒股大多韭菜,赚钱是偶发 人生大多不如意,偶尔幸福手里拿 总之别缴钱 那你说,彩票大多是捐款 中大奖是偶发 World on Fire说 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盲区 但那么多人同时陷入同样的认知盲区 就值得注意了 我们都知道没有制约的权利有多可怕 而美国已横行世界三十多年了 杀人放火金腰带 为什么那么多的意识不到 现在人类最大的敌人 不就是美国两党政客 及其庞大的利益群体吗 一旦美国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那不就是自由民主的世界吗 如果有了自由民主的世界 那么自由民主的国家还远吗 福克说,没错的 满说 at福克斯,我以前看你们的聊天 不懂的我就问六博士 学到很多东西 福克说,以此类退诸如 和平说的以后和平是大潮 我是极端不认可的 问问以色列 哈马斯 乌克兰 哈马斯说,我也不认同 福克说,好家伙 我们瞎聊,最多给您提供个线索 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已经很了不起了 哈马斯说,战争与和平是相生的 比尔底先生说 安老万,1910年到1949年人口净增5000万 罕见的乱世增长 到53年再增加一个亿 这是葛建雄团队在中国人口史里写明的 所以小狐狸说的真好值三个赞赞赞 你老不好好聊天 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真诚 难怪哈马斯要对你死缠烂打笑到流泪的脸 哈马斯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一页下话献亏 说,历史上的确是如此 但近代,我不同意 田典说,这就是说人生不如一时有八九 更应长思一二 但是未来也许会逐步走出杀戮 或者杀戮发生频率减少 但时间很长很长 或许就是老河的愿望 福克说,那是因为我们被保护得太好了 程大厨说,老河格局比你大 福克说,是 绝大多数人都是躺不平,卷不停 World on Fire说,老河格局很小 或许因为近两百多年,西方太强大 所以他们认为西方的论述就是对的 连基本的怀疑精神都丧失了 如果有人质疑西方 基本会被他们打成小粉红 看到花开,想到花谢 看到星,想到衰 看到生,想到死 在一个周期内看问题 是人心智及格的标准 格局及时间和空间 在多长时间,多大空间 见天地,见人生 何老板看这个都笑哭了 看着是美国不停出招 中国被动接招 实则是美国不得不主动出招 因为中美斗争,中国不输就是赢 而美国不赢就是输 那一说,英常反思一二 赞 福克说,我主要提的是思考方式 提醒了,不要因为现在短时间的和平 就认为和平是必然的 程大厨,说,我只说了比 那你这话只能说明狐狸格局更小 而不能作为对我的回应 World on Fire说 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盲区 但那么多人同时陷入同样的认知盲区 就值得注意了 我们都知道没有制约的权利 有多可怕 而美国已横行世界三十多年了 杀人放火金腰带 为什么那么多人的意识不到 现在人类最大的敌人 不就是美国两党政客 及其庞大的利益群体吗 一旦美国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那不就是自由民主的世界吗 如果有了自由民主的世界 那么自由民主的国家还远吗 宝和一觉醒来 赫然发现 现在世界真正的民主力量 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 以及所有的反抗力量 海外这些民运斗士 原来是极权的帮凶 地球是圆的 民主也是圆的 蔡明闹说 看脱口秀 还不如听相声 相声中 有些还是能够调侃式 融入一些当下色情民意 谁也说我早醒来了 程大厨 说 老和真是因为长时间的战乱 而不是和平 才提出的和平是大潮 而你这倒有点违反 修谋法则的味道 纳兰 说 一醒来就看到 比和老还高的大论 漫天飞舞 追 实际说脱口秀 就是胡扯 那一个 不要给予文史 伟大任务 一夜下话 献亏 说 我更觉得 竟然已经和平了 那么多年了 人类又享受到 和平的红利 就更应该和平下去 发起战争 就是站在 全人类的对立面 雅兰 雅兰 要想保证人类不会发生战争 就必须保证人类没有喜怒哀乐 保证族群全部消失 纳兰 说 从地板的角度看 你们都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Huma说 冲突跟战争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World on Fire说 如果和平下去 美国就会失去独大的局面 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只有亚欧大陆发生大规模战争 美国才能继续做老大 天天说 这周见朋友 是不是得您请吃饭了 Simon Now说 很多年前 国内央视居然有一档海龟派脱口秀 一位黄兴的化学博士吧 听了也没什么感觉 周立波那种 好像还火爆一段时间 谁说 他你有说 思绪五路 Huma说 不就是黄兮吗 Huma说 周立波的调调 让人看了不是 太自我感觉良好了 TNCN说 那就照着49块的自助词 舍掉就是零 10月说 IMF最新日程 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 将更加依赖精装国家 第二ICS的推动 而G7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供险 预计将下降 根据G7购买的评价 提供的日程 中国将成为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值 预计占全球增长的22% 超过所有G7国家的组合 印度紧随7号 预计将贡献近15%的全球增长 其他新型市场国家也在给予 埃及和越南的增长贡献 预计将与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相当 进一步表明全球经济 对新型上的意外增加 尽管美国在过去二五年中 尤其是疫情后 经济强劲扩展 成为发达国家中的最大增加贡献者 但相对于中国和印度 短人口大国 其在全球定地中的份额 仍在逐渐下降 G7中的较少停滴体 如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增长贡献 预计将低于1% 甚至落后于孟加拿国、埃及和菲律宾等人口 较多的贫困国家 这个情况说的对吗? 听马说 黄西上央视被和谐了 实际上 他的脱口秀非常棒 实验说 脱口秀高上的人看到了是上 下流的人看到了是流 鱼肉不鱼 咱叫鱼呢 文鱼要放开 就是观众要放开 天字眼说 IMF应该不说瞎话吧 实验说 不难容忍低俗 就不要期待文艺开放 天字眼说 何老板金句频出啊 甜点 说 IMF一直有所偏向 偏向南方 报偏西一点 天字眼说 大众娱乐本来就是庸俗的 就文化人事多 但他们也抽空听听小曲 成大厨说 亚俗共赏和余谦一千一样 脱了裤子唱昆曲 天点 说 胡骂你是文化人是这样 但普通老百姓是庸俗家低俗 虎王JX 说 但是事实是 郭德纲把传统相声干塌下了 天字眼说 天点也不说谎吧 蔡美说 用PPP计算 金砖的经济体量已经超G7 Huma说 郭德纲是把传统相声带活了 不是干趴下了 佛王JXA那日说 前两天华尔街论坛好像环报了 郭德纲进了什么文化宣传类的机构 蔡美闹说 如果老外对中国衣室民俗不了解 他是听不懂相声里内容 天字眼说 没 传统相声那是正经史尿屁 就像脱口秀线下 我C必须是语气词一样 要的就是那个气氛 侯王JXA那日说 是的 线下才是各种黄段子 Huma说 德纲社之所以这么火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饭圈文化 侯王JXA那日说 能播出的一般都不走下三路 Huma说 除了饭圈文化以外 就剩下屎尿屁了 天字眼说 检验男人兼人际关系的一大标准 就是能一起听黄段子 哈哈乐 Huma说 还有就是伦理梗 天字眼说 所以胡妈得走在时代前沿 更多接受三俗文化 郭德刚就有意思的俩段子之一 就是我要反三俗 六说 阎王好遇 小鬼难缠 家里垃圾桶 几十年如一日 在同一个位置 突然接到警示信 说账明不足 对垃圾工作者不便要改进 打电话去理论 虚张声势说露了音 要找报社广播电台投诉 也没吓到对方 喜极而泣 Huma说 郭德刚的相声我没少听 每个包袱我都了解 德云社值得赞扬的 就只剩下小曲小调了 天字眼说 哎呦喂 这就过了哈 哎小机灵 有人比你还懂郭德刚 小曲小调原来是啥 也是低俗歌曲哈 咋还值得赞扬了 Huma说 想懂郭德刚 不能只看对他有利的评论 很多钢黑我也常看 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 郭德刚这个人 人品不是太好 Liu说 收垃圾最早是一家公司垄断 然后欧盟规定去垄断 然后隔几年 就要各个公司重新竞标 每具黑道家族里 垃圾公司都是黑道 喜极而泣 天字眼说 为人民服务的行业 都容易被黑道垄断 胡妈涉猎还挺光 师爷说 所谓黑道 有时候就是寒道 Liu说 行道 做和解 和先生细说一下呗 纳兰说 主持人我最喜欢 小哥费于青 千里之下 刘 Huma说 郭德刚经常说 主流相声演员 怎么欺负他 实际上是他在欺负 体制内的相声演员 虽然体制内相声演员 没有郭德相声搞笑 但人品并不差 实际说很贵 天字眼说 哦 对了 腾讯喜剧大会又开播了 Huma说 郭说 江坤要取缔小剧场 这件事也是子虚无有 实际说 自我保护事件 天字眼说 我也是 还有某时间段的限格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